小男孩从小就一只北极熊跟着他 不管遇到危险还是孤独寂寞 北极熊都会无时不再给他勇气 今天给大家见一个北极熊和侦探小男孩的故事 菲利住在波特兰的一个水塔下 没有别的就是因为房租便宜 父母除了吵架就是吵架 甚至把菲利的名字都写成了废物 这天老爹和老妈吵架 老爹走了再也没回家 也是这天家里来了一只北极熊 没人知道大家伙从哪里来 菲利把最喜欢的食物给了北极熊吃 他给他举了个名字叫通通 北极熊陪他玩还陪他上学 之后菲利成立了一家小型侦探所 名字就叫通通废物侦探所 菲利开始调查通通为什么会从南极来到他家里 可能是北极冰块融化吧 直到现在他也没搞清楚为什么 菲利的车子叫废物战车 那是老妈给他的 买给他是不可能的 那只是中奖得来的 今天哈里的瑞士刀丢了 他希望菲利可以帮他找找 菲利以为瑞士军刀是军刀 实际上那只是切水果用的小水果刀 他带着北极熊沿着上学路上找 直到走到学校还是没发现可疑人员 北极熊不能带去学校 因为老师他们不喜欢北极熊 特别是陶狠亮老师 如果不听话就会被关进监狱 一般人都是用达底卡图圈圈 菲利认为达底卡就是艺术纸 可以画出艺术图料 可惜老师不懂得欣赏啊 陶狠亮叫菲利出去 菲利和老师准备带着桌子出去继续画 陶狠亮都要被气哭了 这时也知道北极熊会陪着菲利 不愧是他的好搭档 陶狠亮把老妈叫来学校 老妈解释菲利只是有点特别 可陶狠亮说明年上中学 那里的老师可不会这么关照他的 想想中学的大片同学 繁重的学业 菲利瞬间崩溃 老妈赶紧叫菲利道歉 菲利不明白 画画也错吗 老妈说什么 他一个字都没听进去 回家之后 菲利依然只关心哈里丢东西的案子 作为一个侦探 一定的破掉案子 今天轮到他照顾班上的仓鼠 未来安全 他把北极熊留在外面 可悲剧的是 小漂亮已经把仓鼠养死了 他觉得应该把小仓鼠带回家解剖 解剖检查一定能找到凶手 可一看北极熊又在看完了 回家的路上他很生气 作为一名侦探的助手 怎么能在办案时看完了 邻居看不到北极熊 看着生气的菲利 只是在夹蛇根 他找小黑帮忙 逮捕杀死仓鼠的凶手 他们曾经扮成了大胖子 潜伏到商店 结果玻璃店彻底悲剧了 今天家里来了个交警 自从老妈单身之后 这家伙就天天来 看样子 菲利快也有后跌了 菲利的内心显然是狂躁的 这样就想打入侦探社 那绝对不可能 他被送到了心理咨询中心 一本正经 跟医生说他的侦探社 以及他每天有多大的压力 想想都很烦 北极熊不听话 最近脑在外面玩耍 由于家里穷 现在他看到别墅 都觉得主人是嫌疑犯 最近卷毛 喜欢和菲利玩 还给他涂上了八笔粉指甲 他终于有了除小黑之外的朋友 同时还有北极熊 不过这家伙 在办案时又跑出去偷东西吃 菲利也告诉了医生 他非常讨厌后爹 那家伙喜欢吃兔子肉 医生什么也没说 他想雇佣菲利抓间谍 他怀疑 好狠量 在家庭作业留下的机密 晚上菲利居然破天荒 做作业了 老妈很是高兴 接着又告诉菲利 他们要搬家了 因为现在房租又涨了 菲利非常反感 他的侦探所又得重新开张 而且他最担心的 自己的朋友又没有了 学校组织同学们去参观发币站 菲利怀疑 陶狠量是间谍 他赶紧召唤北极熊 自己则到处跑 这个把陶狠量折腾够呛 突然警报响起 水渣 就要放水了 虽然他讨厌陶狠量 但是还是可以在他身上保护他 虽然大水没冲走他们 但是陶狠量年纪太大 就这么被送走了 菲利很难过 所有法律责任 都算在了监护人老妈身上 他对着菲利歇斯底里 菲利彻底感觉很无助 他没能力 带帮助同学送回仓属尸体 然后带着北极熊搬家 这里拥挤不开 连做作业的地方都没有 学校里来了新的老师 菲利非常想念陶狠量 一个人难过的时候 这北极熊陪着他 从老爸走的那一天 都是北极熊陪着他 但是现在房子太小 他必须把北极熊送到动物园 那里至少有他的空间 菲利告诉老黑 家庭作业里并没什么机密 和狠量也不是什么间谍 不然他在蛋糕里 发现了气零器 菲利要去找北极熊 出来办案 他第一个想到的是后爹 他请教后爹 去动物园找北极熊 没想到后爹不光没笑话 还答应了菲利 他跑到海底世界 找到北极熊把他又带了出来 这一次之后 菲利觉得后爹没那么讨厌呢 后爹其实是个非常正义的男人 遇到小偷还会多管闲事 可作为交警 他根本没有能力抓住小偷 菲利在旁边看着担心急了 他想象着自己会开车 驾驶着卡车 驮着北极熊撞飞小偷 然后冲到狠狠家里 背头狠狠狠表扬了一顿 几分钟之后警察来了救下了后爹 菲利正式邀请后爹加入侦探社 后爹也很高兴的接受了邀请 而北极熊自来之后就很少出现了 在毕业演讲上 菲利自信的演讲 他说自己放下了仓鼠的尸体 蛋糕里的音乐盒 他也退休的他很亮 他将勇敢的去中学继续读书 菲利其实就是个自闭学生 或者说是个问题学生 失去父爱 他只能幻想北极熊给他安全感 直到遇到认可他的心理医生 陶恒那样老师 还有关爱他的后爹 周围人的爱让他渐渐走出了自闭 每天不晓得 欢迎大家去关注西瓜肯定 本次为难言 奇幻定 提米菲利 所以筑成